HELLO,大家好,我是SAM的先创 这样呢,双十一刚过没有几天 但是双十一买的第一波东西呢 已经用了半个月了 觉得今年的双十一真的是拉的特别的长 就是没有那种道点就可以抢的意思感 那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我双十一前后这段时间购入的 红黑版一共有这么多 实际上,双十一买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踩,都踩雷了 那我说点什么好呢? 没有 先说红版 那我们要带着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来分享我的爱用物 那第一个呢就是IOP的黄金面膜 已经是给你们种草过无数遍了 不是广告啊 前后总共用了六盒左右 它实在太贵了 一片呢就要七十多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面膜呢对我来说太珍贵了 所以我晚上在卸掉的时候再拍一个视频给你们 看了膜膜很神奇 就是这种厚厚的泡沫 工壁心呢会强一些 我第一个了解到这个质地的面膜了 就是它 现在有一些一线品牌了 也是跟得出了 所以它里面的精华完全就是面霜的质地 主要就是那种看老啊 看刷呀 用盒是急救的 因为我是干皮用完之后呢 是完全不用洗的 油皮用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要洗一下 那它到底有多好用呢 我已经32岁的沙漠大干皮 用完它简直就是 熬夜通宵之后 用完它 立马上妆 把气色同样会很好 一点都不会夸张 我每次在它官网看的时候呢 都是处于一个缺货的状态 希望爸爸看到了我之后呢 可以偷偷我 以后我用它不会觉得那么心疼 第二个呢 是Arogas的眼线胶笔 算是他们家的冷门产品 之前呢 我买过一个眼线胶笔呢 我怎么好用 那天算10之前呢 我就随便逛逛 看到它家在直播 我就在信上买了这一支了 我当时呢 就是追求的自然 所以买的是峡谷色 但是颜色呢 还是比较深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底触是非常的顺滑 比之前呢 是不好用的 会持久一些 我会晕 就是有点小跪 实不像吗 今天的内眼线 就是用它来画的 然后呢 就是Armira的睫毛增长页 虽然我是个男生的 但是呢 没有人会显示自己的睫毛 过长 它是因为美妆博主介绍给我的 这个呢 是我8月25号买的 就是断断续续 用了大概已经有三个月了 效果呢 是有的 你看一下 我相信再算一个一个月呢 就会碰到我的眉毛了 我再给你们补一个 这个素颜的睫毛长度 但是据我所知 这类型的产品呢 都会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可以加重你的 原本的黑眼圈 以前呢 有一个皮肤科医生给我科普过 就是这类型的产品 都会是这样子的 什么原理 其实我不太清楚 有没有去细问 那我好多年前 都有用过美国的一些牌子 的确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呢 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能改变我与生俱来 原有的睫毛的长度呢 这个要看你们自己去权衡了 反正呢 我会觉得它有效 所以我会放在我的红板 这个东西呢 特别的贵 小小一支 398 但是我用了三个月呢 其实我觉得它的量还是挺足的 我每次沾下去 再沾到这个位置 它就又有了 我不知道能用到多久 它还有一个头板 698 我不知道嘛 有想增长睫毛的些妹呢 可以试试它 接下来呢 胶韵思小持平 我用过这么多美白产品里面呢 我是愿意回购的 就是它 我对它的评价呢 就是有右眼可见的美白效果 但是呢 也有一点小贵 720块 只有30毫升 然后我已经用过第二瓶了 吸收的速度呢 都还不错 对我一个干皮来说 香味啊 肤感啊 我都很喜欢 但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很多人对美白产品呢 都会有一个误区 就是学得 用完一瓶就能白 哼 不可能了 其实这些产品呢 都会有一个周期啊 甚至你需要坚持 使用 用完呢 不是说白衣两个度 或者甚至换了个人种啊 对我来说 我一个黄黑皮 就是这么黑的人 用完 能够看见皮肤透亮 不暗沉 不纳黄 已经是可以回购的 接下来就是 MAKE UP FOR EARL的奶酸小黑管 我选了一个就是比较日常的 170 特质地呢 很湿滑 我比较喜欢 后续呢 也不会拔干 遮瑕力的 真的很不错啊 另外一支呢 是R加7 两个颜色呢 都很显白 唇色深的线背呢 可以考虑试一下 红版的最后一个 可肤美的面膜 我对象呢 最近一直在做皮肤管理的项目 所以呢 修肤类的面膜 我买的比较多 1.5片 170块 其实挺贵的 但是呢 的确就能看到有效果 西红呢 很明显 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刚做完医美项目的话呢 可以用它 放心 那红版说完就要说黑版了 真的我想吐槽的实在是太多了 第一个 第一个 Muji的纯线比 25块一支 它只有三个颜色 眉红色 粉红色和米色 我是被它这个米色骗掉的 我画大面积给你们看一下 虽然呢 覆盖力是不错的 但是颜色完全不适合当遮瑕笔 它的米色这两个是有点误差 所以放在黑版 如果你们当纯线比的话 可以 第二个 ABIB的面膜 这个呢 是推荐iopad面膜给我的 那个朋友推荐给我 他说是平T 结果呢 我买回来发现 它的厚度只有iopad面膜的三分之一 而且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接掉之后呢 因为在玩游戏 忘记洗脸了 半小时之后呢 照镜子发现满脸都是白色 就好像一层石灰粉 在你脸上 而且擦都擦不掉 必须得用那个洗脸镜去狂擦 我买的是美白款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虚白啊 我个人认为它不好用 但其他款我没有试过 第三个 Kate的眼线膠笔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在介绍 Arogaz的眼线膠笔 说的那一支 不好用的眼线膠笔了 虽然我是干皮眼周 比较少油脂 但是用完晚上回来 还是会晕 而且卸不掉 用卸妆油都不行 最终呢 还是要用棉签沾取卸妆水 一点点去擦 它的质地呢 是偏湿的 虽然很流畅 但是肿眼泡呢 真的不要试 很容易晕 第三个 我现在才发现 我买的时候呢 是小黄牙联名款 结果发给我的是 普通黄 它是粉色 维生素清凉型 其实之前呢 一直有很多朋友呢 就跟我说 这些是属于智商税 不要买不要买 但是呢 因为平常我化妆呢 经常会有大亮片啊 或者是龙妆 所以我会有东西进我眼睛 所以我还是不使劲去试 结果呢 用完之后我整个眼球是 冲血的 过了一会儿呢 虽然会消退 但是后来我又在某些平台 看过很多医生给大家科普 就是说 这种洗眼液呢 真的是 真的没有必要 眼球呢 本身就是有排泄功能的 洗眼液用多了 就会破坏眼球原有的那个机能 第五个 小米T恤刀 当时我在实体店买的 选的还是最贵的那个版 399 因为这种轻肤的产品 没有办法去试 当时呢我用手摸了一下 觉得它的刀头呢 还挺贴合的 刮的时候真的是让你深痰 会刮到你皮都痛的 你看我这里已经有一个色素沉淀了 就是因为被它刮破了皮 那接下来给大家听一个残土鸡的声音 蛮草 磁石的那个包装 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都没有扣子的 就万一一吹 蓝丝这种产品呢 真的不能省钱 但是我觉得 399已经很贵了啊 在你的头发 这个 我好像还不太知道呢 同为小米家的小爱同学级了 最后一个呢就是奥马蒸的遮瑕液 它遮瑕力没有很好 并且呢它是有点拉丝的 就是黏黏黏的 如果你是追求了一种很弱很通透来提亮的话 你用它没有问题 网上对它的评价就是超遮瑕 它不配超这个字 以上所有吐槽均为个人感受 仅针对产品 不针对品牌杠就是你对 今天这一期红黑版的总结下来 在31这个时间点啊 不要在线上买一些你没有用过的东西 那感觉我这一波冲的最不亏呢 的就是那些菜板啊和电饭锅了 好了也累了 但是依旧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